那时耶稣对门徒门说 有一个财主 他有个管家被人揭发 辉拂主人的钱财 他就叫来那管家 问说 我怎么听说你有这种事情 把你经手的帐目交出来 因为你不能再当我的管家了 管家心里想 主人要切我管家的职务了 我该怎么办 滑地吧 我没有力气 土饭吧 我又害羞 我知道该做什么了 即使我被切职 也会有人愿意收留我 他便把主人的债户一一叫来 问第一个说 你欠我主人多少 他回答说 四千公升油 管家对他说 拿出你的欠单快坐下 改成二千 他又问另一个 你欠了多少 他回答说 四万公斤墨子 管家说 拿出你的欠单 改成三万 主人就称赞这个不忠意的管家 办事精明 因为在应付自己的世事上 世俗之子 比光明之子 更精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